苍蝇馆子里面这个是到直线尾 没有再便宜的 他已经把这个利润降到就是明白了 降到一个自动饭子都在用桌子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上海最便宜的本班菜馆 据说在别的店点一个菜的价格 这边连点一大桌 现在六点还不通 门口已经排了这么多人 你们家一般大概人均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里面全满了 这门口也能坐吗 能坐呀 但是要排队 不排队 三个人 三个人你说这么忙 怪不得生意这么好 你看看他的菜价 炒菜大概也就十几二十 凉菜也是十几二十 又加桌子了 门口等这么多人 刚刚谁要菜单的 来来来 黄豆猪脚25块 炒三鲜25块 皮肚鸭尊笋子猪肚 很多人点白血压肠 这么大一盘30块钱 这也是菜单里面的特色菜 鲜鱼是红烧的 没想到是连汤带水的 它说是猪枣 其实是鸡胖 你看两大块 鸡胖里面的瘦肉 火候绝对味道的 黄豆稀烂 好像是咸鸡胖炖的 微微的带一点咸味 三个菜了 一点酱油还没看见 咸酥二十块 八块钱 蒸鸡蛋 红烧小黄鱼 十六块 这是号称全上海排名前三的 椒盐排条 二十五 上海叫椒盐排条 其实有的地方就是椒盐里脊 外却里的 里面的肉本来已经腌入味了 外面有撒了很多的椒盐 所以稍微的有一点点咸 十六块 五条小黄鱼 也是烧的龙油吃酱的 这是我们这桌 唯一一个带酱油的菜 鱼烧的味道还不错 算本包 它这不是龙油吃酱的本包 它算是本地人的本包 你这个啥我没看见 猪耳朵 猪耳朵 二十 猪耳朵很贵的 这一盆二十真的是不贵 我这独菜店买二十也买不到这么多 你就是到大厂厂里面去吃 他妈的全是玉子菜 懂我的意思 他这个还真不是玉子菜 这个全部是他们自个八点 你哥觉得好像环境都不上去 好像上不拉 他俩其实都是自己做的 有的那都是地方的吗 那当时每样的玉子菜 你觉得干净吗 也不太好 你懂吃的就知道 对 都知道我最后一杯必须是皮脚 我想问一下 屏幕前有没有上海的朋友 上海有没有比这家店更便宜的店 我去过全国这么多地方 很多 不能讲很多 基本上所有的小县城里面 吃饭都比它贵 六个菜加一碗米饭 一百二十块 我之前在武汉 吃了一份爆炒腰花都要一百二十八 今天我们三个人点了六个菜 稍微多了一点 人均加一个菜 绰绰有余 有一个小遗憾 他这边最有名的一个臭豆腐 今天卖完了没吃到 走一个